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瑜伽专用座椅 非常谢谢他们特地从台湾寄到不安给我使用 所以我在这边也迫不及待想和大家分享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非常酷的可折叠式 可以组装做多种不同变化的影响座垫 感谢观看 刚刚我把所有的坐垫都拆开来了 它是用拉链的方式 所以非常好拆开 那拆开之后呢 变成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瑜伽冥想坐垫 那如果说我们平常在冥想的时候 像我冥想坐姿久的时候 我的脚踝这个地方会特别的敏感 所以如果有这个坐垫放在我的脚踝前方 这样我会觉得比较舒服 或者是我可以把坐骨也放在坐垫上 这样子的话我长久下来 我就不会觉得很多重力压在地板上会不舒服 因为通常我们冥想的时候可能是十分钟以上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好 加上呢 它的材质软硬适中 我觉得 其实坐久了 你不会觉得不舒服 每一个坐垫它又有设计一个拉链 可以让你把那个外层拆下来 然后拿去洗 所以还不错 还可以顾及整个卫生问题 那现在我们就试着把它组装回去 感觉很适合带去露营 如果你露营的时候 没有什么充气床垫的话 感觉这个东西可以让你折叠 收纳好之后带去露营 然后它还附赠了一个背包 皮带 这个皮带非常大非常实用 就算平常你没有来装这个坐垫的时候 也可以做其他有途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坐垫放进来 size刚刚好 这样子也可以去野餐或者是露营 尤其是在欧洲这边春天快要到了 所以其实还蛮合适的 这样子的设计也蛮轻巧的 很适合你很想去大自然冥想 然后或者是你在家里冥想的时候 常常很容易觉得坐骨或者是膝盖 甚至是脚踝不舒服的人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很多线上静坐的课程 适合大家使用他们家的商品 同时呢也可以开始练习静坐 像现在我的威脂静坐起来就非常舒服 因为我的膝盖在没有坐垫的情况之下 它离地板有点远 那现在我让我的屁股垫高 我的膝盖比较接近地板 但是同时我的脚化又可以得到一个舒适的帮助 所以呢坐在这里的话 你就比较容易坐得长久 因为在冥想的练习当中呢 最困难的就是我们坐不久 尤其是我们的身体会给我们很多反应 他会觉得坐在这里的时候 我哪里不舒服啊 哪里想抓痒啊 或者是哪里又开始随随痠痠的 那如果说你是初学者的话 我觉得这个垫子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 让你坐下来静坐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有这些支撑跟保护 所以呢特别可以坐得比较久 那在这支影片的叙述栏当中 我会放上折扣嘛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有喜欢的话 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颜色 然后买回来家中 然后试试看 那我觉得他的设计呢 不仅好看 然后舒适 甚至呢 他还可以折叠收纳 你不需要用的时候 就让他折叠起来 放在旁边 那也很适合露营野餐 因为毕竟我们坐在地上呢 不一定会很舒服 但是你如果可以带一片坐垫 或者是两片坐垫去的话 坐起来就会比较舒服 甚至你要在户外做冥想 他都变成一个非常奢侈 但是又非常实用的商品 他还可以变成你的套背影 其实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我通常不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如果我有要看电视的时候 我都是坐在地上 然后我地上会放瑜伽垫 然后我会边看电视边伸展 那有时候呢 不想伸展的时候 我也还是坐在瑜伽垫上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坐垫 我觉得非常的棒 他让我的背部有一些 休息的空间 所以呢 我会采用这个坐垫来看电视 我觉得超级舒服的 那还记得在我们的练习上呢 我们其实很多动作 需要瑜伽垫来辅助 那我其实并没有瑜伽垫 我都用家里的抱垫 可是呢 我今天觉得这一块 他虽然长度没有瑜伽垫这么长 但是他却很适合拿来做许多印瑜伽垫 喜欢的朋友欢迎你到我的影片叙述栏下方 去找库力量的网络商店 我也会提供这份网给大家 那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